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smile佩戴起来像一款很宽的手镯 仿佛是把狭长的智能手机掰弯了套在手上 长长的屏幕由两块彩色OLED柔性玻璃组成的 外部包裹这里之外壳还具有防水防震的功能 除了可以打电话 它还支持nano SIM卡WiFi以及蓝牙等设备 反正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一个也不会少 当用户抬起手臂时 键上面的屏幕就是被点亮 顺着手腕往下翻后 底部的屏幕也会随之被点亮 令人吃惊的是 研究人员竟然给它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以及三个麦克风 其中三个摄像头分别用来视频通话 录音以及扫码 为了让手机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移动设备 他们还为其嵌入了 可以自行收集用户信息的生物传感器 例如喜欢的音乐或者是看的几部电影 就能让其推荐服务做得更加准确 内置2500毫安的电池在通常情况下 可以让其待机两天 节能情况下则可以延长到7天 不过在2013年它就是说年底要量产 可是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看起来又是遥遥无息了 视频送的来自Naked Colossal